HELLO 大家好 今天繼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設擔當的Ymigi老師 與主力監督接受Favorite訪談的後半段 首先是Ymigi老師的訪談 由於夥伴過於單調 所以簽署的設計相對更加個性化 對於初期的世界觀與現在相比 更加的嚴酷與現實 相較於現在 初期對於角色設計的方向性有什麼改變嗎 Ymigi老師表示 最初的設計較為出資大業與潦草 相較於現在身高也比較高 眼睛也比較小 在與主力監督經過多方討論之後 與世界觀磨合之下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式了 關於主力監督有給出怎樣的要求嗎 Ymigi老師說 我想幾乎是沒有的 關於設計上有明確決定的 只有龍奈必須是黑髮 以及Mika必須要是美系風格這兩點而已 想了解一下關於簽署的角色設計 像是髮型與髮色可以說非常有個性呢 這部分Ymigi老師表示 當初的設計髮色幾乎是白的 在這之中雖然有加入青色的陰影來做修飾 但那過於王道所以做了調整 該以黃色系的影子來做修飾 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至於髮型的部分 因為作為夥伴的龍奈髮型上較為單調 所以簽術必須要相對有個性一點 首先就給他加上斷帶與捲法了 而Likulis基本上都是以制服為主 所以就以整體輪廓來提升角色辨別率來做設計了 體態的部分畢竟可以輕鬆的把龍奈給抬起來了 對於我而言最喜歡的橋段為第六話的武打部分 就是千速閃避真倒槍擊的那段 真的是以最小的動作來進行迴避 光是這樣就能夠讓人感受到千速的強大了 而那之後真倒的 的表情也讓我非常喜歡 接下來就是龍奈了 最初的設定就是黑場直刃了 這部分Ymiki老師說 沒錯 基於龍奈的個性非常直接且沒有過多的裝飾 設計上就盡量讓他簡潔化了 並且刻意讓他的設計偏向王道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並且比籤數更早完成 而關於Kissariko-Riko的制服 本來的設計就是簡單大方 所以我認為至少在髮型上可以稍微做點修飾 說是這樣說 但是龍奈也不是會在髮型上下功夫的性格 所以在我的心中就形成了 由千速來幫他綁上這樣的設定了 接下來是有關於竹力監督的訪談 千速就像是自身想法的形象 當這個專訪勘載的時候 應該已經播放到第九話了吧 千速的秘密也會公諸於眾 觀眾們也會了解他的本質了吧 竹力監督表示 是這樣嗎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們既沒有辦法體驗像千速這樣的人的立場 也沒有辦法去推論了 千速的時間雖然確實很短暫 不過其實搞不好我們大家都一樣 說不定明天人生就結束了 從這個意義上去考量的話 我們或許都跟千速有著同樣的問題 但只是沒有察覺到而已 當去思考千速的事情時 死或者是時間這兩件事是絕對沒有辦法避免的 除了會出現各式各樣哲學的論點外 也有這樣的說法 思考死亡這件事比死亡本身還恐怖 千速從幼年時就伴隨著這樣的恐懼一路活到了現在 即使如此依舊抱持著開朗的個性直到今天 這麼做到底能夠從中獲得什麼 這可能就是千速一直在尋找的東西吧 關於第九話中千速與龍奈跟別的場景 竹力監督表示 關於那個場景對我而言也是非常特別的體驗 其實腳本與草稿是龍奈看見下雪後 就開始奔跑不去 可是在做確認的時候不管怎樣構想 都會變成龍奈回頭看千速 雖然這樣講會感覺很奇怪 因為想讓千速看著雪降了下來 之前千速所說的 只要全力去做就一定會發生好事這句話 就在當下真的畫作現實了 要是真的回頭看的話千速大概就會露出 看吧!的表情站在那邊了吧 為了拯救千速這樣做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對於這樣不安的龍奈來說應該沒有比這更好的鼓勵了吧 大概又會回想起千速曾經對龍奈說過的話吧 還沒有結束哦 角色自己自顧自的就動了起來 這種事好像常常出現了 這邊補充一下第九話的腳本擔當 神靈御界老師的推特 關於離別的場景與主力監督所寫的一樣 腳本的劇情是 在道別之後 注意到開始下雪的千速雖然馬上喊了龍奈 但並沒有傳達到 在這之後就像是要斬斷對千速的感情般的奔跑者的龍奈也注意到雪 無法切斷的感情轉變為希望 然後再次奔跑起來這種感覺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最後做成畫面後 比起腳本更加正向溫暖的畫面 給人一種 這就是LikoLiko呢 的感覺 觀眾的眼淚想必會轉換成更加溫暖的某種意義 這樣的改動真的是很重要的決定 接著繼續監督的採訪 有關片頭 兩人之間的關係在片頭動畫中有很明顯的表現出來 然而分別的場景完全沒有 主力監督表示 畢竟那是片頭動畫其中一個作用 其實非常想要給兩人更多的時間 但本片沒有辦法全部都做出來 這在《道劍神魚2》聖母有炭片中也有同樣的狀況 在本片中無法製作出來的畫面在片頭動畫中帶過 讓籤數與隆奈的時間能夠藉由觀眾的想像力來補足 另外關於片尾動畫中的場景 可以當作隆奈的房間嗎? 主力監督表示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畢竟隆奈是個不涉世世又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也不會為自己買點東西的人 籤數在這方面就給了許多推薦 片尾的歌詞也是這樣的內容 這部分就發揮了想像力來製作了 而向日葵盆在玩具是參考 把平成Letoro Flower Rock製作也是籤數買給龍奈的 這個會跟著音樂一起跳舞喔 沒意義吧 不過很有趣不是嗎? 接著這樣的情境 就自然而然的放在房間裡當擺飾了 雖然放了這麼多真的挺困擾的 但是龍奈沒有辦法拒絕籤數 所以就變成這樣了的感覺了 夥伴與敵人 善與惡相互交錯的故事 故事也已經進入中盤 接下來就是DA與真道的直接對決了呢 竹力監督表示 是哪?真道會怎麼做呢? 各位又覺得他會怎麼做呢? 雖然真道的目的到現在都還沒有明朗 但想必他也有他的理由 所以也沒有辦法把他想成是 單純窮凶惡極的壞人了 一般而言人類是一種沒有辦法承受 將自己判定為惡的生物 不管是誰都會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一方 不是這樣嗎? DA雖然是維護日本和平的機關 但也沒有受到國民認可 真道就是看不慣這點 大概就是兩種不同的利己主義相互碰撞的狀態吧 隱瞞情報的2 維持表面和平的善 作為DAA這樣的矛盾組織 從第一話就明顯的提示 這部分真的很難一語帶過呢 嚴格來說這部作品想描寫的 是簽署與容奈兩人 不過… 不管展開多麼現實 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想要描寫兩人的可愛之處 希望只要看過都能夠傳達到 雖然重點是可愛沒錯 但還掺雜了一點虛幻感 如果考慮到簽署與容奈的主觀意識的話 我想大人之間做的事情 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包含他們的整個社會的問題 與事件雖然都有給出各式各樣的故事 但還是請不要忘記這次最主要的 是這兩位少女的想法與做法這點 假如有機會的話 從其他角度來重新詮釋這部作品 也不是不行 說是這樣說 但請不要思考的這麼深入 畢竟還是希望讓大家看看 在這個不講道理的世界中 簽署與容奈會如何面對 與做出何種行動 採訪的最後是提到有關於 Kissar Liko Liko 的日常 好像也蠻有趣的 這部分主力監督表示 我也很想做更多 以Liko Liko為舞台的短篇故事 除了在第八集登場的 容奈特製百會外 我們還準備了各式各樣的甜點菜單 不過沒什麼機會登場 太可惜了 如果也有大家熱情的資源的話 可能哪天會有機會 製作那部分的故事 到時候再請大家多多指教 以上就是本次 YMIDI老師與主力監督 接受採訪的內容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不得不說第九話最後的演出 在調整之後的效果真的非常不錯 很有戲劇性 也算是回應Liko Liko整篇故事的調性 所以最後的結局 應該會朝好的方向發展吧 就看最後怎麼安排 吉先生與征導的戲份了 負責征導配音的松剛 也是有點賣關子的 要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所以最後簽署到底能不能活下來 就請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那麼這次的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有什麼意見或想討論的也能多多留言 那麼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